中学毕业之后就踏入社会工作 两年时间内换了十多份的工作 有卖过汽车 家私 也做过餐馆等等 最后接触到钢材行业 看准钢材行业的专业性与发展性 便坚持做下去 杨金旭瑞十年之后 初来创立了eSteel 从1994年开始 已经在钢材行业做了27年 你好 我是靳川 欢迎收看《商海名人坊》 那自小我们都被灌输 创业或者是做生意 才能够创造财富 当然也有一些人 是为了远大的理想来创业的 不管目的是什么 创业者他们的这些精神 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包括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嘉宾 他就是East Deer的创办人 刘文国先生 刘文国先生你好 嗨 金川你好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创业的 以前 我以前小时候家境就比较穷 其实一路以来都是想创业 做老板 然后要成为有钱人 对 以前父母都是这样灌输吗 可能我们就看到父母就很辛苦 工作每天的时间都很长 然后家境又没什么钱 然后也很羡慕 有些的家境或者有些的孩子 然后过着很幸福 所以我们就想 哪怕有一天我一定要成为 他们所羡慕的那个对象 你的成长环境是怎么样的 小时候如果说起来我大概17岁过后 过后家才会有电有水 之前我们的家是没有电供应也没有水供应的 都是一些空地 然后我爸爸他们就在一个空地就建了一个独立室 那个是木板独立室 然后叔叔全部一家人20多个人就住在一起了 是点蜡烛过生活吗 对啊 那水呢 水也是在外面那些工厂 就接那些水供到家 然后电网上来讲我们几乎是用那些发电机嘛 然后一天只有一个小时的电供应 那就影响你们的生活作息啊 还有影响你的血液吧 生活作息来说就比较纯朴 然后那个是很享受那种大自然生活 然后休息时间绝对不成问题了 因为没有电的工艺也没有什么愉乐嘛 然后学习方面就比较大的影响 就是说我小时候那基本的基本课 就是语言课就是国文英文华文都搞不好 所以小时候都不爱学习的 就是游山玩水 游乐 家里多少位兄弟姐妹 我们六个 每一个现在的成就如何呢 只有我一个创业 然后我弟弟一个就借我爸爸的生意 我爸爸是做装修的 那还有四个他们就打工 那现在看回那段时间 你觉得最让你珍惜的是什么呢 那段时间最值得珍惜的 应该是很纯朴的生活嘛 那很悠哉悠闲 然后就吃喝玩乐 就是这样啊 日子就一天一天就过了 那基本上没什么烦恼 不像现在的学生啊 小孩儿 有太多的竞争啦 要上这个要学这个那一个啦 对对对 而且那时我们也是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啊 然后就在很乡下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每天就 可能就是做打架一啊 打狗粒那一种啊 真的是很纯朴 一二三木头人 对对对 虽然说这个日子过得很开心 很纯朴 就是很纯真的 童年时光 但是其实你 大概几岁就出来要上班了 对吗 我们如果说我啦 如果是说我们十岁左右嘛 就帮忙父亲到工地去啊 就是钢木材嘛 是 然后是巴铁钉啊 因为他是做装修的嘛 然后就分配一些砖嘛 其实很小的时候就 尽量可以帮父母亲解 就减轻他的工作 让我们都到工地去帮忙 这是帮忙父亲嘛 那真正出来工作是在什么时候 真正出来工作 我FORM5就出来工作了 其实在练书的时候 假期的时候都没有停过 都是都有工作的 都会去做那些part time 是 假期啊 就是一个月的假期 或者是六个星期的假期 都会去做part time 嗯 那先说一说 就是八岁啊 你说FORM5之后 就真正出来工作嘛 做过哪一些工作呢 哦 我就做了很多咯 刚开始的时候就做铁厂嘛 就铁厂 然后餐馆 然后就好像卖汽车的 然后就羊鞋城卖水的 也有去了三天上班 三天而已 三天而已 然后去卖钢包啦 以前啦 以前就是卖钢包啦 就一间去敲门那一种 都有都去上班 我整以上两年 应该都换了整十多份工 哦 那最短的是三天 对 最短的可能是三天 因为那时我的意愿出来就是想要做老板啊 要找钱嘛 对不对 是 然后出来的时候 我们到那个上班的时候 年轻嘛 就会第一个时间先问 这边的top salesman是谁啊 然后他们就会讲 哦 那谁谁是top salesman啊 然后我就看看那个top salesman 啊 top salesman哪里知道还是要驾车的 而且还拿出配件罢了 然后问问看他薪水有多少 其实也不 不是我理想中的那个薪水 然后我就不干了 嗯 就在换了一直在换 是 那最长的呢 最长的那份工作维持多久 最长的就卖汽车吧 就在Suzuki 以前有那个Suzuki 就是卖汽车嘛 那个做了大半年 嗯 那个是算最长的一点 卖汽车应该是收入会更高 卖汽车基本它是只是一个底薪 一个很很小的底薪 对 就靠commission 对对对对对 如果是卖得好来讲 那是不错的收入 嗯 那后来又怎样辗转进到这个钢铁业呢 后来就觉得 因为卖汽车和卖钢包 或者卖其他的东西 他时常就是一直要找 Fresh sales 一直要找新的客户区 是 然后会做得很累 对啊 然后他也竞争很大 然后感觉来讲 是吧 他比较不稳定 收入会不稳定 所以我就有点想 有没有一个行业 他是可以就是有利益 sales 就是你只要找他一次 把价钱也谈妥了 那其实他下个需要的货源 他下个需要的订单来讲 他就陆陆续续会排下来的嘛 对对对 那就 就在偶然的聚会 就在通过那些媒体 就是包子找到钢铁这边上班 可是当时你完全对钢铁是一窍不通的 不通的 不知道的 就是上班了过后 也感觉到这个行业是蛮有前途的 然后它的价位很大 价位很大 那价位很大就是说 你只要有几个percent的margin 来讲上 其实改善的生活就会很好 这个就是我看到 再加上我这一块的钢铁就比较特殊 它是叫特殊钢铁 这个特殊钢铁来讲上 它其实是一些特殊的领域 需要用到的特殊材料 它又不是好像那个建筑的钢铁 哪里都可以找得到的那一块 就是说在磨机方面 它需要磨机的材料 钢铁 在汽车领域 它需要汽车的钢铁领域 的材料 在飞机用的钢铁也不一样 它只有达到飞机标准的钢铁 才可以售卖给航空领业 还有那些造船业 它需要的钢铁都不一样 虽然是同一个等级的 但是标准是不一样的 原来钢铁还有那么多的类型 对 所以你是不做这个建筑方面的钢铁 建筑这一块好像就是 市场比较容易找到来讲 我们都不做 我们都是直接转介绍 然后我们会在比较特殊 或者是比较有价值的那一方面 就是我可以解决它的痛点的那一块 我们从那一块去发展 对 销售最重要就是解决客户的痛点 对 可是在做这个特殊钢铁之前 其实你所有的钢铁都要去做 对吗 一开始没有分特殊钢铁是吧 我一进入这个行业 就在特殊钢铁行业 但是那时的它是在中下层的 就是供应给一些 做一些通用的机械零件 和做一些磨剂的那一块 那一些比较中下市场的 慢慢慢慢我们再演变成 帮助客户解决它的痛点 需要更高端的那一块去发展 可是在钢铁这个领域呢 你是从低做起 对 其实你做过哪 钢铁领域哪一些部分的工作呢 我进入钢铁领域的时候来讲 其实那时我已经定下心来了 就是说 从我之前换十多份工 一直找寻要发达 要赚大钱那一个思维嘛 那我就想了把它定下来 那就进入这个钢铁领域里面 真正的把自己从零开始去写 就写所有的基本工 就是从销售 我进入的其实是一个销售 就是做销售 然后我也帮公司去处理 好像切割那一块 我们也去帮忙 然后下班后其实我还没有回家 我还帮公司去整理 货商需要的什么货源 是需要进口的 那我会把它分类出来 哪一些需要进口的 然后我也把它做一些表 做一些表出来 让公司可以去进口 顾客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在明天 我又安排出货 然后偶尔如果是司机没有 那我也是救火员 就是哪一个部门需要我 我就会去往哪一个部门去帮忙 那真的是没有计较 那时就全身为了就是要写好这一块的专业 所以哪一个部门我都去站一 哪一个部门我都去做 而且在你身上我看到就是那种不计较 然后呢也有很多人说 就是说吃什么吃苦 吃苦等于吃不 吃苦 可是很多年轻人不是这样想 对对 会觉得这不是我的范围啊 我干嘛要做呢对吧 对 所以吃亏就是占便宜啊 就是当时我肯吃亏啊 所以现在我占得很大的便宜 对对对 你知道说这个库存应该怎么样 对 甚至是供应商 你也有这方面的联络嘛 对对对 可是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钢铁行业不是人干的 对啊对啊对啊 那时我老板有问我啊 诶你怎样看待这个行业啊 我跟他讲 诶这个不是人干的事业来的 那时我这样讲 就是说我那时的收入才2000多嘛 是 那我看我老板那时的投资嘛 厂房机械和他的库存嘛 已经超过1000万了 我在想如果这个是我要干的话 我以我2500不吃不穿不用 知道 2500我几时才有办法收一个几百万 来开始这个行业嘛 对啊对啊 所以我说这个不是人干的事业来的 可是你自己又投入下去了 就我工作了十年 工作了十年 就是那时候我不晓得哪里来的 那个很强大的信心 就觉得是时候我自己可以干的 是 然后我就自己就跳出来 跳出来就真的是没有钱 真的是可以说白手起家 然后身上也没有几万块 然后跟老婆的除夕也拿了出来 老婆的四万块我也拿了出来 就租了一间房厂 就租了厂 但是有人就说 你其实做trading罢了嘛 就是买卖而已嘛 你应该不需要厂房嘛 对不对 可能就租一个office 就可以开始你的事业了 但是我一开始这个行业的时候 来讲是吧 我的脑海和我的眼光 和我的就是我的mission 就是将来我的事业 一定是要一间warehouse 然后有一群团队 然后要有自己的货仓货源 所以我也想象住就是好像我老板有的那一块千万以上的那个企业 而不是说人家想象的就是买来卖就赚来那个差价 不是的 我一开始我就相信将来我一定要是往这个方向去的 所以站在未来看现在是很重要的 是 然后我们就网着我那一个mission一直往这个目标去前进 嗯 你刚才说没有钱 其实有啊 你有信用卡 对啊 对啊 我是没有钱 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能力 就是一直为方案找方法 我虽然是没有钱 但是我就找到一个供应商 他可以是接受刷卡 是 然后我就每一家银行都去申请一张credit卡 我总共手头上有十二张 十二张credit卡 当时马来西亚银行还很多对吧 那时马来西亚银行还很多 有一些还没有合并嘛 对那时还没有合并 就是很多 我每一张 那时的那时的那时的信用卡的额额不大的 都八千一万而已 不大的 所以我需要拿到十多张的原因就是这样 那就是每一次我买货就会刷卡 买货就会刷卡 基本上一年我用两三百万 我刷卡一年用两三百万 你当时不担心自己没有办法还这笔钱吗 信心爆棚 这信心从哪里来呢 那信心从来 是前老板给你看到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 你也有向他这样子学习吗 不是 那时就是说 整个市场我们同行的朋友 有时候我们都有联络嘛 就是说 我很羡慕我的那些就是同行的那些跟我一起salesman 他们已经晋升器了 有些都是经理了 有些都是公司的GM了 有些公司的CEO了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一个sales agent 那老板没有提升我啊 但是我为老板付出的我觉得很多啊 对不对 但是一路来一我都不计较 我就是说我是为我自己而干 我是为我自己而擦亮我的品牌 个人品牌 所以 那个信心出来的后来讲 我就觉得 是时候我自己干的 然后老板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可能这个机会以我自己去争取嘛 然后 我真的是出来干 那时就 就找一些供应商就是买货补货买货补货 就是这样赚差价 那时候是这样开始的 那信用卡方面 其实还得来的 就是有一个就是 就是做生意哦 到最后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收钱的高手 如果你收钱不厉害来讲 那做生意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给人欠了很多 那你没有钱去周转嘛 那更不能还上卡债嘛 那我很庆幸 那我用三年的货币卡 我基本上是没有中过Bernati的 没有的 我就是收钱很快 那你管理有你的一方 有你的一套啊 的确的确的确 那因为那时的时候 就我 我在跟我老板 我在上班的时候 做修的时候来讲 基本上 我都为老板争取 快收钱 嗯 我是这一块的 是 我不会说老板是给我 然后你有三 九十天的宽松期 你慢慢做慢慢收 我 我不会的 我会尽量早一点收 就早一点Claim Commission 嘛 那都是这样想的 刘先生刚刚创业的时候你说 信心爆棚嘛 对不对 但是这些信心是自己给自己的嘛 对 当然也要市场给你信心 对 或者你给市场信心 那时市场的确是蛮败我一下的 就是说 嗯 嗯 因为那时来讲 在整个市场 很多Salesman 尤其那些大公司 有品牌的公司嘛 对不对 他们比较想服大客户 嗯 因为大客户可以给他一个大销售量嘛 对不对 一个订单 可能就是一个一两万块钱的订单 而公司那时 如果说在二十年前 我在做Salesman的时候啊 那时公司给了target 一个人大概一个月十多万而已 嗯 大概十三万到十五万的target而已 所以如果你服务大客户嘛 一个客户给你一两万的订单 你基本上服务一个十多二十个客户 足够了 嗯 你的target就够了 然后基本上平时的时间都很闲的 是 那一个是 如果是说 你没有为将来想要铺路自己做老板 或者自己要创业 那个生活体系 的确是不错的 做Salesman的确是不错的 也是蛮享受的 是 但是对于我来讲 我就不是 因为我一直抱着 我想要成为老板 嗯 要做企业家 要创业 所以我就不给我自己闲下来 我会服务很多小客户群 嗯 其实我那时在做的时候 我自己服务好几百个客户 我整体上就搭配公司五十多巴仙以上的客户 哦 而且每一个客户群都是好几百块 甚至一两千块那些小客户 就是他们不服务那种客户 我都去服务 所以当我出来自己创业的时候来讲 基本上我真的是有很多的客户群在手 嗯 而且那些都是很喜欢我去提供服务的 因为基本上他们都很难找到很愿意服务那些小客户群的这个创业 这个老板啊 或者是这个这一群的 是 那你就不要错失他们 对 对 当然他们也过后跟你成为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嗯 对啊对啊 他们也是很支持我 就是说 当我有自己干的嘛 嗯 然后我一路来 就是以前我做Salesman的时候来讲 我记得我送货最迟的是在凌晨两点 哇 我还送货 就是我在下班后来讲是吧 因为二十多年前那个Protonize是很忙的 嗯 那整个机械厂的企业来讲 每个都是可能二十四小时运作的 那我在上班那时候来讲是吧 就是 我有时最早下班其实在十点 嗯 最迟下班我是在凌晨一两点 哦 其实是没有OT claim的 是 是没有的 我只是付出我的努力 然后可能我已经爱上了这个行业 对啊 然后我是全力以赴 然后真的是最迟送货的 就是凌晨一两点 我还送 我还送货给客户了 他还在那个就是在他工厂等我 要交货给他 所以我出来的时候 他就是得到很多客户的一些支持 是的确哦 当我们爱上这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不计较 不计较 什么都愿意去做的 对对对 那也不会看他钱多钱少 嗯 我们只是觉得做好我的本分 然后插量自己的品牌 嗯 可是你会不会用这样子的标准 来要求你的员工呢 嗯 刚开始是会 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要求我的员工 是这样 那后来我们就 就把那个好像就是 直销 和保险的机制 就apply在我的公司里面 让他们就把这个 当作是一个平台 自己去创造他要的收入 嗯 现在我们是以这种机制 来鼓励我们的员工 所以 现在我们目前我们的员工 很多都是好像工作狂 都上班的很迟 因为每个都是老板 对 他们都是自己就是 可以创造他们的收入 他们要的多少的收入 都是靠自己的 的能力去创造 和时间去换回来 和经验的知识去换回来 现在我们是跑这样的机制 是那创业了大概十多年了吧 我 我哈 就 因为你在这个行业大概24年 还是27年 2004年到现在 27年 就17年了 17年 可是创业的话就大概 创业17年嘛 如果在这个行业就27年 对对对 上班10年嘛 所以就整体我在这个行业 发展了27年 好 那十多年了以后 现在这个规模是以前你想象的吗 呃 几乎就是 几乎就是 就以前我想要的东西 几乎到早在几年前 已经全部都呈现出来了 就是要的厂房啊 要的团队啊 是 以及要的业绩啊 再加上现在要的市场 就达到了整个 东南亚市场啦 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嗯 再具体说一说吧 你们的业务其实是 到世界各地去找这些比较罕见的钢铁吗 对 哦 那远到什么地方呢 嗯 瑞士啊 美国 德国 法国 日本啊 中国啊 台湾啊 韩国啊 嗯 世界各地我们都会去找 这就是有了这个 online的方便 是 有了这个internet方便 不然的话 真的亲身去拜访来讲 那也是很 很耗费时间 是啊 加上很耗费成本 嗯 嗯 几乎我们都不会去建供应商 但是你说如果在互联网之前 你们都是靠这个方法吧 对 哦 大概2000多年都是靠这个方法 我在2012年开始 我就转互联网这一块 嗯 嗯 那时马来西亚 互联网是刚起步 是 我就转这一块去经营我的事业 嗯 就是因为通过互联网 所以我的速度就成长得很快 嗯 就比起一般 还是用很传统的模式来做的啊 就是用 销售人员到企业去采访啊 或者是去拿订单那一个来讲 是吧 基本上效率不高 嗯 好像我们基本上 现在来讲是吧 一天都可以处理两三百个就是inquiry 嗯 然后客户的订单一天都可以处理整百个 嗯 嗯 那个是效率会比较好 嗯 而且很 聚焦在一个点 我们只是在一个 把分一个厂房来讲 是 已经可以做到整个东南亚市场的一些客户群 哦 但是你要从国外 把这些钢铁运过来马来西亚 当中会不会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国家跟国家的博弈啦 比如说中美贸易战啦 再来就是运费涨价啦 对 刚开始的话 这些都是我们的考量因素 然后我们也找到方法 我们也有方案就是 通过空运 可能我们把东西短时间里面 从世界各地 其实三五天 甚至在十天里面 我们已经把世界各地的东西 带到马来西亚进来了 对对对 然后这个空运也解决了这一块 其实如果不用空运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去压货去顿货来讲 我们还要向银行贷款 是 我们还要很大的厂房去压货 对啊 其实这一些的成本 加入那个货 那个货源里面来讲 其实你要卖的还是要高价的 是是 而且很难去管理 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 其实国外已经 他们都帮我们库存了 那我们为什么又要把它带进来库存 然后我们又要找很多的资金去压货 对对对 还要找很多人去做管理 所以后来我们就演变的变成 空运把世界各地的东西给带进来马来西亚 这个就解决了我们时间的问题了 那你说贸易战啊 价格上涨来讲 那个是避免不了的 就好像现在中国停电嘛 现在价格的标 标的很厉害 对 然后船费很高啊 对啊 这个都难免了 我们还是要跟着市场跑 那个价格我们还是跟着提升 由去年到现在 可能我们钢铁都涨了整70% 所以都 顾客也是会去接受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所能影响这个行业的 是整个世界都是受影响 对不对 每个人都是以这个标准就是 这个钢铁已经起价了 那矿砂起价了 对啊 运输起价了 所以每个人都明白了 然后他们基本上做出来的东西 也是跟着商家的 反正他们就是需要这个材料 他们也不能够避免嘛 我们这一块来讲是吗 就是说这个钢铁 我们就是说我们的unic selling point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飞机的 你要达到飞机标准的钢铁 不是说 同样的钢铁可以用在飞机也可以用在船也可以用在汽车它不是 用在飞机的它一定要达到飞机标准的 对啊 然后如果你是好像这个Covid期间 这两年嘛 我们的生理其实也是在增长着 第一就是钢铁起价了嘛 所以也带上了我们的业绩 第二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敏感度比较高 比如说在Covid期间来讲 那医疗方面需要用到的钢铁也提高了 尤其他们在马来西亚制造那些医疗的设备 医疗的机器嘛 所以它要达到医疗标准的那些钢铁 那我们就从美国进口 大量的进口 而且时间需要短 我们又解决了 我们用空运 把那个东西带进来了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工厂 我们只是做一些切割 基本的切割而已 然后就交到好像槟城 就很多这些加工厂 他们去加工 然后我们其实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如果我觉得我们没有做这一块来讲 他们自己要到其他的国家去订货来讲 可能他们没有这样熟悉那些曝光 包括税务方面 然后国家与国家那个运输的条款 那个进口的条款 他们不是时常做 然后可能他们拿的价格也不比我们有优势 而我们是说我们已经跟我们的供应商建立了那一个关系 所以其实我们给一个PO 然后三五天我们货已经发了 然后如果是顾客第一次要跟那个供应商提货的时候 他就没有这样容易了 对对对对对对 他其实要跟你确认你是用在哪一块的 因为我们还受益其他的限制 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你拿来做军火 因为我们这个特殊材料是可以达到那个军火的标准 所以美国在有管控 然后我们是还要跟外国签约 就是说我把这个东西带进来马来西亚 是提供给电子行业 All-In-Gas 行业 就是油气行业 或者是医疗行业 或者是飞机行业 我们是要每年都是要更新这些 agreement 要申报 要申报 我们是要申报 如果客户来讲是吗 如果他做这些申报 再做一些报告的寄付 寄付他们的时间就赶不上了 对对对对 就赶不上了 就要交给你们专业的去做了 这一块我们就做得比较容易 因为我们就是说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 对我们来讲就是比较容易了 我可以说吗 那你已经打造了属于你的钢材的这个王国 对 你已经打造了一个这样子的王国 对 有没有想说自己可以有一个 比如说马来西亚钢材大王啊 什么之类这样子 还就是朋友间他们都是可能叫我钢铁大王 钢铁大王 其实不是那个做得很大很大规模的那些钢铁大王 只说可能在专业领域里面 我们是解决的客户的痛点 是 这一块就是可能知识型的这一块 就是说就是我们的网络 我们其实跟几十个国家的那些 connection就是网络很强 就是我们一张PO 他们几乎都可以交货了 加上我们没有那个最小的订单 好像有些客户他只是说 我只是要这么一小间的东西是否可以 通过我们就我们就可以拿得到 如果他们来讲 几乎就应该是他们就是国外那些 没有人会理他们 其实他们不回礼的 其实他们不回礼的 我们就可以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性的每天都会有订单 或者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订单 而且他们可能从我们的网站 也知道我们会比较专业在这一块 是 因为有些好像国外 比如美国德国英国那一块 他们专业人士 其实是卖钢铁 卖钢铁这一块都是专业人士 那你问他一些比较不专业的东西 他们几乎都不回礼的 也不reply你的email 也不采你 之前我们就有一个客户 就是跟我们challenge 就是挑战我们就是说 这个东西不可能只有你一家可以带进来罢了 所以到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要让我们去从美国把那个东西给带进来 对对对 还是会面对很多阻碍啦 对对对 他其实有蛮多那些就是很specialist 很专业的那个艺术在里面 那你懂得要去询问 不然的话那些专业人士 有时他们真的是不理睬你 是 那说回现在我们都在谈这个数码化嘛 对 你们这个行业可以怎么样数码化呢 我就早在E-Steal 我公司E-Steal E-Steal的开始就是说 那时候我就是想 开始的时候我做的是很传统 就是人家就是补货卖货赚差价 这是很普遍的嘛对不对 那存货我存货成本多少 我卖的就是高过我的成本 我要赚20%就20%嘛 就加个20%下去加个30%下去嘛 这个就是我们卖市场的价格嘛对不对 对不对 都很传统啊然后就到市场去 就是招生意嘛对不对 然后就送货嘛 然后就放账啦 这个就是很传统的做法 刚开始都是这样做的 我记得就是 就是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 越辛苦的其实 也没有钱 没有钱的时候 我们唯有解决方法 就是一直向银行贷款 一直向银行要借钱 那么借钱来讲是 越借越多也是放账给市场 对啊 然后看到的生意好 看到的有赚钱 看到的生意大了对不对 但是只是一张纸 对 就是那张纸 你要看到你的报表 哦是哦是有赚钱 但是口袋是空空的 是知道的 然后我老婆其实就是我的会计嘛 所以她每天都说 哇你这个生意不好看 对啊 看到是赚钱 但是口袋是空空的 为什么 那个钱都是一个纸巾网罢了 嗯 后来我就说 哎我就 我其实就很喜欢从 难题那边找方案 是 找解决方案 那就转型嘛 转型就在2012年的时候 那时就 开始e-commerce 嗯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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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mmerce就是可以 先收钱后发货嘛 对啊对啊 然后 买小样东西的 当然 是不介意咯 对不对 哎我给了你钱 巨多给你骗也是那几十块钱 对不对 不怕货也没什么东西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大众产品的 可能 一下单可能就 几万 甚至几十万 那 e-commerce 可以不可以哦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可以了 嗯 那 就有那时就比较 那时是比较 那时是比较 市场是比较红的 就是阿里巴巴嘛 嗯 我们是接触阿里巴巴的平台 接触阿里巴巴的平台 去推广我们的公司 嗯 我们用三年 用阿里巴巴三年 去推广我们的公司 那同时 我们也在 做 经营自己的网站 嗯 因为你不能 就是死靠着阿里巴巴嘛 没错 因为它每年的 那个年费都很高 嗯 那由开始的九千到万二 到万五 一直每年都在上涨 它的平台越来越红的时候 是 它要的年费就越来越高 是 那我想想 如果我们每次 就只靠阿里巴巴来讲 是吧 里面的竞争者 也是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 也是蛮多都会用阿里巴巴了 然后我就觉得 不一定 我就要做自己的网站 嗯 所以我们就转入 经营自己的网站 嗯 自己来主导 通过自己的网站 然后就看 市场需要你什么 嗯 所以对市场的敏感度很重要 是 那我们就看 哦 市场 他们要我帮他找 在电子行业 某一些的材料 那那个东西 在马来西亚就没有啊 我们找马来西亚供应站 都没有人可以供应 那我们就通过网站 到国外去询问 嗯 嗯 很很庆幸的 就是我们的询问 可能是用专业的语述 他们会回复我们 是 那回复了我们过后 我们就把那东西给带进来马来西亚 就解决了一个顾客的 的痛点 嗯 那后来就解决一群顾客的痛点 是 那就到整个马来西亚顾客所需要的东西 都可以在我这边给解决了 嗯 那只通过那个网站而已 那就是说我们就转型 就就把我的公司定位成 E-Commerce Steel嘛 其实 嗯 然后我们就简称为E-Steel 这样 是 那在刘先生的身上呢 看到胆识啦 看到专业啦 还有看到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 对 也要有自己的 远光要远一点 对 要有远见 然后要有自己伟大的这个目标 对 那一切呢都有可能会发生的 对 今天非常感谢刘先生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你 对对对 进场 对对 本期节目非常感谢 Wyming Marketing的友情赞助 Wyming Marketing自1969年以来 作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最大装表公司 企业客户包含 Genting Highland Xerox Maxys Digi Selcom Merry Group Hotels Inti University等企业 也荣获SME100大马快速发展企业奖 和JCI国际青商企业创意奖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www.yming.com 获取更多详情